将整个合约仓位平仓 同时再建立相同数量的相反方向仓位 整件事都是按一个按键的事 各位早上 欢迎来到星期二的中华财经年事 大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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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不能下跌 早上早上恒指低开35点 曾经低位到26,149点 但曾经又倒升过 现在在责幅增持 大概是26,13 升与跌之间 可能暂时没有方向 但好消息是什么呢 算不算好消息呢 大师在昨晚看到德国方面 暗市会放水 暗市下释放500亿欧元的额外支出 还有昨天 人行也有一个改革制定主要利率的方法 当时市场憧憬更多刺激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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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了千多点 是的 可以说上个星期的反弹 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每个人想着 死了 没得够了 玩完了 谁知道弹得这么厉害 很多人都说 这样的弹法一定是阿爷出手的 是的 如果不是中央出手 市场不会稳定得这么快 因为其实香港没有改变过 尤其是上个星期 国泰航空出现地震 两个管理层即时辞职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环球的避险情绪也有降温 不是直接香港 美股昨晚也升了三百多点 上升了6,200的流上 是否我们之前很担忧中美贸易协议 美国经济衰退 上两个星期才倒挂 那已经抹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 评论员 可以说任他说 他可以说得这么坏 这个是什么 上个星期三出现的知识曲线倒挂 两年期息高于十年期息 其实两个星期息高于十年期息很久 很久 超过一个月 但是这个组合就不太零 是的 之前发生的事就是2007年 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2008年 发生雷曼事件 全世界的故事都倒下了 这次会不会倒下呢 这次似乎全世界央行有准备 那就是 德国上季的经济收缩了0.1% 那Merkle 铁两字 即刻出来说 我们会推出500亿欧元的刺激经济措施 放置经济下滑 那为什么全球经济下滑呢 那很多人都会把责任放在川普身上 那他从去年开始就弄这些贸易战 弄到环球的经济就乱了 那个贸易 尤其是贸易方面 那似乎呢 川普都知道他未必打得赢 因为去年他很轻轻 他说我喜欢贸易战 我们一定赢的 人家一定输的 那我们加关税 人家就会将生产线 搬回来美国 那由去年五月开始 就一直有征收关税 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由10%到25% 那现在还要加上 另外三千元 就是全部中国都要征收关税 但是上个星期 他似乎觉得 他不太打得响 因为他想着 他对中国强硬能够得到算票 但是他没有想到 中国不是 加拿大和墨西哥 任他欺凌的 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办法 因为 因为美国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 有七成的生意 都是跟美国的 没有了他就不行 所以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屈服于 特朗普的欺凌 但是中国不同 中国我想有20%的外贸 是跟美国的 就算现在收了一年的关税 但是出口都是跌10% 就是对美国是跌10% 不是说预先跌得这么厉害 当然有很多产品 本来9月1日开始 美国就要向 3千亿中国的产品 征收关税 他上个星期好像有些改变 他不想那些什么手机 电视游戏机 或者梳化等等 因为征收关税 现在运的货 都是感恩节和聖诞节 那个购物假期 购物期里面的消费 因为美国这个感恩节和聖诞节 这个购物期 是全年的差不多九成 即是说 你如果那时候那些物价上升 那就大件事了 个个都会买冤 是特朗普弄成这样的 特朗普又想过 本来想着和中国打贸易战 有得赢的 怎料现在赢不到 还要输了那些农产品 没有农业州 其实美国 特朗普就输了 那现在那些 就是南岭的工人 买的那些产品都会加价 那怎么办 所以突然之间 豁免一部分 有些退遲到12月 即是说购物期之后 我们看到手机设备股 就是这几天做得非常之好 好像你看到信与光学 也都升了 今天差不多升了3.6% 昨天都升了很多下的 连续都是反弹 那些贸易相关股 也都是升了 另外就是相关的 就是那些业绩好的 就是医药股 其实后市应该是 继续有得弹下的 应该有得弹下 应该有得弹下 就是恒指可以去到什么位置 我觉得恒指可以去到28,000 即是说7月的时候的位置 就是28,600就非常之好 但是28,000应该能弹下 28,000 就是7月中 基本上就是本地的因素 就是因为示威游行 再加上机场倒乱 这些东西令市场没有了信心 所以港股一下子就下跌了 二万五千点 二万五千点之后 就现在一直托法 升了一千多点 如果回复回到之前的位置 应该可以回到二万八千点 好了 这两天我们要盯着很多因素 人民币 中美的概念 或者一些环球央行放水概念 可能金就会略为回軟一些 这是个别板块 但是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昨天才出来的 就是深圳大湾区的概念股 特别是内房 集中在深圳的内房是急升的 但是今天有些已经回了一些 因为日市就下跌了 譬如说是龙光 今天就回了少少 回了四线 现在的时代中国 昨天就升了8% 今天又回了少少 亚居乐呢 昨天升了6% 亚居乐又跌了 跌了3% 但是加少叶 1638仍然是上升的 那这些炒作的概念是怎样呢 还有很多人现在分享 或者焦点就是 深圳是否会终一日取代香港 每个人都说 其实有两件事 暂时来说 未来一段时间 都不可能取代得到 最重要的 没有办法取代的因素 就是资金的自由出入 那么香港 你的资金是可以自由出入的 但是内地不同 你的钱进去 你很难出来的 你要经过很多重手续 才能出来 那么这个呢 你知道香港最主要的基础 其实就是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资金自由出入 那么如果深圳这个 它做不到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取代到香港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司法制度 那么内地的司法制度呢 现在都是仍然有 非常大的缺陷 那么这件事是 不是说一两年 甚至十年可以改得到的 就是这两件事呢 改不了的时候呢 深圳是没有可能取代得到香港 不过中央的那个态度就很明显 我现在尽量发展深圳 在经济上呢 其实去年呢 就整体的GDP呢 深圳已经是高过香港了 因为它有1300万人 那个整体GDP高过香港 但是呢 人均收入呢 仍然是香港的一半而已 所以呢 仍然有相当多的 就是要追赶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人口密度太高的问题 现在深圳已经是1300万人了 那么我去年去深圳那时呢 已经发觉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它的交通滞塞情况呢 是根本呢 令到你是没有办法做到任何事情的 你由城市一边去另一边呢 你开车要成两个小时 那么你不止是市中深塞车 那么你去那些公路等等 都是塞车 那是没有地铁的吗 它有地铁 但是呢 譬如你由盐田那边 由东边开车去南山那边 那你不是经常坐地铁 你要开车那时 你就大件事了 一直这样塞车 要两个小时 就是当你一个城市 你发展到一个规模的时候呢 你就会 交通变成一个死结 就是如果香港好像深圳那样 把人口增加到一千万人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同一样的问题 你交通变成一个死结 你都不可以再发展了 那其实现在北京已经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就是交通一个死结 就是要发展洪安区 将北京市政府的东西搬去 将机场搬去南边 这样的东西 也都是 就是当你摆太多东西 太多人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经济是变成了自己局死自己 塞死了自己 所以 虽然你说 中央是大力支持 真正能够达到什么成果呢 这个就要差不多十年之后 才大家可以见到的 嗯 暂时呢 就是比较言之上做一些 是 可以取代到 就是香港 但是这一类的股份 虽然比较长远一些 到底两地的发展趋势 但是股份上的炒作 又如何部署呢 股份上的炒作 我觉得还可以部署 这个就像鸿安区那样炒 炒过一星期 就是两年前 炒鸿安区 我记得好像炒了超过一个月 嗯 对了 好像那些什么 就是 甘育集团等等 哇 炒到疯了 就是股价可以升几倍的 这样 但是就是 这些深圳公司 譬如你说 佳兆业 那个龙光地产 深圳国际 深圳控股这些 都已经上市了相当久的公司 超过十年了 其实已经是成熟了的公司 就是不可以突然间 升几倍的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这些升了上去 那麽上下 我觉得都应该是 就是获利糊涂了 嗯 所以小心一点 因为来自这个概念 可能未必会有很长的 一个炒作的时间 就是不准备炒的 就是不准备炒的 是 没有人不准备炒 好了 那我们再问一些朋友的问题 那位朋友呢 第一个朋友就问 就是内地教育股的 6169 6169 6169 我都很好 6169 我都维持着一个压度 是吧 最近在这个 什么 3.7 是吧 3.7 站了一会儿 现在就慢慢升了 上来3.8 但波幅不是很大 嗯 如果波幅不是很大 如果真的要短炒 那你真的要 可能要坐艇 坐一会儿 因为这个教育股 通常都是受 那个 国家的政策影响 有时候那些政策 有你一声 炒一会儿 炒一会儿 接着就没有东西 没得动了 那现在似乎就是 暂时没有什么人炒的时候 嗯 好 那另外一位朋友问 384 不是他问几个 Fiona问几个股份 384 炎气股 今天 最近 都在高位 增值 今天跌了下来 跌了少少 算是强的了 是的 如果进入的话 在什么位置进好 这个 炎气股 其实在6月 5月一直上升 到了7、8月 都站在这个高位 现在 似乎 都是 现在投资者 都在获利回套 中国炎气和 新澳能源 都在 受获利回套的影响 似乎是一样的 似乎是一样的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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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未跌 是一样的 不过你如果要买 燃气股 你不如买一只 港华燃气 刚刚公布了 业绩不错 1083 今天升了2.2 最近这个星期 其实燃气股跌 因为每个人都在获利回套 但是 港华燃气 刚刚公布了业绩 业绩是不错的 它也带动了煤气3日的增长 因为香港的煤气 就没有什么增长 其实3日也很厉害 前天上星期跌至15个多万 现在17个多 很多人冲进去买 很厉害 挺好 另外还有175 有一位朋友问到几只汽车股 如何选择 吉利又有点心水 1211 今天也是升的 升1% 另外1114 好 三只汽车股今天也是升的 就想问哪只可以长渣 长渣 汽车股我每个都不会长渣 因为虽然六月份的汽车销售 是升了一点 我跟汽车代理商有几间都谈过 我发觉没有一间是会代理国产汽车的 是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这质量很差 没有人买的 是吧 所以你说 要我建议买国产的汽车股 我就宁愿不买 因为我觉得就算中国的汽车市场 确张 对他来说也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中国的汽车业要追上世界水准 还有一排 可能要十年 如果能追得到的话 好 那汽车股也说大师就不太合心水了 另外药股很强 对了 药股就真的强了 我们看看今天最强的那只蓝筹 是的 就是石药 石药公布的业绩 其实就不是很飙青 因为是预期的下限 它增长25%是预期的下限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增长是来到新推出的药 它就有些高价的 我想是持癌药 标靶药那些 就是拿到批文的药 就销售很好 是带动企业 这个盈利和销售的增长 所以就是 医药股什么时候都有人追捧 是的 真的 因为医药始终它的毛利高 而且是很硬的 就是那个需求是 钢需求 是不会因为经济的问题而下跌 所以现在是追入 药股的时候 好像石药 中膝制药 中膝制药 而且那种药名生物 好像也是 它的业绩好像很好 是的 Carrie也是问到1093架石药 她问什么位置走好 它已经有货 已经有货 如果有钱赚 根本就不用走 一路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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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anne也问到两只食品类股份 151 类为偏远 昨天都升得相当不错 另外一只1475日清 它都抠中了 是 跟市场都一样 额应激激 那两只什么位置可以买呢 1475日清 似乎升幅会大些 它的走势也好些 最近去到6.5日 似乎是有点阻力的 那应该就 因为它可能是炒得过高 如果譬如你日清 你真的想买的话 这叫公仔面 你要买6元都可以买 譬如到旺旺 旺旺 昨天升幅最大 因为它进入了中国指数 是 国子成分股 是 国子成分股 大概升了8% 今天就回回一些 那如果你要买 等它回一点 我想你看看你能不能等到它 6元 6元 等它回一点 就是两只都等6元 是的 明白 另外就是6.8元 6.2元 30元有货 海底洞 很多货都还在赚钱 是的 多少可以再加码 多少再加码 30元就再加码 是吧 这只上市之后 一直都表现强劲的股份 很多人追捧 我想很多基金都已经进入了它 好 另外还有1313 1313 这个水泥股 是 滑润水泥股 那它上半年的业绩 就不一样 因为销售增长跌了一点 跌了 股价也跌至6.8元 现在都反弹了 它的好处就是市益率不高 足够便宜 现在这些7元左右 就是让它回销 7元左右都应该可以买入 7元 好 另外6030和6837 昨天那些内地券商股 都挺好的 是的 中信昨天升了60% 今早上再升多一点 另外6837哪个好些 两个都很大的 两个都是Top5的 最大的应该是中信证券 如果给我买 我可能会买中信证券 其实你买两个都分别不大 它们都是同一样的 即是走势都是同一样的 即是一升就两个一起升 是的 你看一下两个股票走势的图 都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没有什么分别 好 另外788 Janny都问到788的走势 788最近弱了个市 是的 是 因为中国移动 它公布了 它未来会投资在5G那里 那个数字似乎是低过 这个中国帖港的数字一部分 所以你害怕了 很可能未来一年 它截到个单子不是这么多 不是十万台的铁塔 可能只有六万个铁塔 所以它就赚少了钱 所以公布了业绩之后 反而这些股票会跌 你真的要等一等它 好 等一等 等它回复上升趋势 是的 那388又如何呢 788我们等 那388呢 388就很可憐了 这个真是示威有行的受害者 是吧 那因为最近香港这么暖 就弄到很多上市公司 本来想着来香港上市的都停了 你们也知道 最近整个星期都好像没有新股上市 每个人都停在这儿害怕 又怕机场混乱 又怕那些道路阻塞 那些阿里巴巴 本来说是上市的 现在都好像退后一些 另外有很大的互联网公司 本来想像香港上市 林门一脚停了 现在又说去美国上市 那所以呢 港交所我想都会低迷一轮 所以就 我想现在这个顾客可能站不住 可能要跌下去240元 即788和388都不能碰 是的 另外700 Charlie就问700 他有货的 340元左右 买入的 那现在都差不多回家鄉了 差不多回家鄉了 我想他有力上去的 应该可以上去 300 上一次去到370元 即大士旦 他应该上去 不要忘记 腾讯是深圳公司 他总共是深圳的 深圳概念 是的 所以你不可以判断他 那就是 现在Facebook和Twitter 又得罪了大陆 更加没有机会 可以做大陆生意 Facebook和Twitter 就判断了他那些 9百多个户口 另外还有1299 这位朋友问 75个5毫半入了 75个都赚少少钱 是的 那都很聪明 很聪明 我觉得1299 应该升上去 应该升上去80元以上 因为最近这个月 都是因为香港出现了动乱 市场失去信心 有帮一直沽下去 有帮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公司 尤其是2020年 中国说要开放金融市场 除非特朗普和中国的贸易战 继续打下去 现在有消息说 特朗普都似乎受了教训 很可能不会打下去 有帮就是好的公司 是的 已经买了就可以继续持有 是的 1638 1638 1638 刚才也说过 没有货的 没有货 现在短炒是可以的 你3元以下不怕买 去到4元便可以走 因为现在你也是炒过深圳概念 介绍业大部分的产业都是在深圳 看着我们今年的高位 4元 是的 4元 也不错 由3元上到4元 4元便是30% 836 怀孕电力 这位朋友买了14元 那你也在买价 是的 是的 这些电力股 它的业绩一不好 一跌就死了 现在有段时间都上不了去 真的 它的走势也是很弱 是 是 14元那时 3月那时 一公布了业绩 就立刻一插碎 一插碎之后 就回不了 有点像2号 那它澳洲的业务不碰 那立刻就拖累到股价跌 那它以后就跌幅没那么大 但是呢 都是要有段时间才能升上去 因为那些电力公司 它的波幅是很慢的 嗯 好 中电今早就跌了两毫半 另外呢 看看1717 凌鱼也是继续 奥佑 是了 不放过它 昨天又再追击 但是呢 今天奥佑就已经没鬼理它了 那就弹升了整百分之六的 樓上去到11.74 是了 那其实呢 它就两度出击的了 是了 为什麽呢 就是还要担着它 那可能它沽空的盘味 都平了 哈哈 不知道 那怎样呢 如果之前呢 看好呢 那部分就坐着那些货 是啊 那你对它的管理层 就是之前那个 就是 因为它之前已经停过一次牌 是 那上市之后呢 又是被人堵穿了 它就生产 就立刻就把它当是销售 那这个会计制度是不对的 那你就是 乱来都可以 是吧 你都没卖出去就当它销售 那结果呢 它就做过一次叫做Forensic Audit 就是这些验尸报告 差不多成三年才复杜牌 那复杜牌之后呢 就是我都觉得奇怪 如果做完验尸报告 仍然那个 那个 帐目呢 有问题 被那些就是 沽空机构追击 哇 那这个管理层 真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你信哪些呢 那我什么时候都是信 那些追击那方面的 那些沽空机构 因为它们是要花很多时间 炒很多数 坦白说 我没有见过沽空机构是错过的 哦 无不落的 从来没错过的 因为它说过的都是对的 所以那些股份被人追击了 从来都不会建议人买的 就是好像安踏和瑞星 我从来不会建议人买的 但是安踏又没有事 是呀 是呀 不会的 都没有事 都是错的了 都是错的 因为他们说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 是 为什么安踏买的那些东西 的价钱是Nike Adidas 一半价钱 但是它赚的价钱 跟Adidas Nike 一样这么多 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情况 太可疑了 是呀 不过安踏呢 都没有理 是呀 是呀 防升成3% 是呀 这些投用品股 就是业绩之后 大家都蒙视这个沽空机构 是呀 是呀 没有理到它 是呀 李宁呢 今天是破顶 又破顶 是呀 是呀 今早21个6高位 很破顶 是呀 是呀 其实我也不明白 就算不理高空机构报告也好 其实内地经济 是否支持到 那麽大增长的消费物件 是呀 李宁的做 它的经营模式 不是那麽相同 你看安踏 它有7000间分点 全部都是靠那些加盟店的 李宁就是它自己经营的店 它是只有几百间店 它全部是自己控制的 自己管理的 就是好很多 就是它一个城市 就有一间旗舰店 它不会周围开 一个城市有十几间店 另外两位朋友问到那些内房股的 有一位朋友问到就是2202 有货的27.85元的货 都是现价的 那应该怎样看法 曼科是内地最大的地产发展商之一 是吧 不过它的股价最近都没有怎样移动 但是内地的楼价 好像连续46个月都是上升的 是 是 那其实它 坦白说它真的很便宜 大概是六倍度的市盈率 就是这些价你不怕买的 嗯 它买了的了 是的 就是不怕持有 就是不怕持有 继续持有它 好 另一只内房股就是3333 Cony想问的 它也有货的了 22.5毫半 哇 这个 那恒大呢 就 整天都很多负面的消息 最大问题是 它就是借钱借得太多 是 杠杆 是的 杠杆 它 它负责是股本的三倍 嗯 就是 我也看过 它 它的销售赚回来的钱 都不知道够不够付利息 因为它的利息是很高的 十几个百分比利息 嗯 那 就是 但是它也是 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产商 一年几千亿的销售 是五千亿的销售 是 是 是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要看它下一轮有什么好消息 嗯 嗯 好 所以 它也没有办法 是吗 是的 就是唯有抓住它 是的 明白 那好吧 那我们的时间关系 都尽量回答大家留下来的问题 是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不要紧 因为我们明天继续有节目 明天的中環财经年线再见 谢谢大师的 是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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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